7月5日下午3点30分 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 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 会议审议通过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栖地第一期 念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填补了中国滨海势力类型遗产空白 成为全球第二块潮渐带势机遗产 该项目也是中国第54处世界遗产 该势力保护区位于江苏省延城市 主要由潮渐带滩图和其他滨海势力组成 是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关键树柳 是全球数以百万迁徙候鸟的停歇地 换雨地和越冬地 当天下午 中国新闻社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江苏延城湿地真情 国家自然保护区 据从事湿地保护工作多年的研究员 女士陈建少 此次生移成功 将更加有力促进该湿地的保护和研究等工作 女士陈告诉记者 黄渤海 候鸟栖息地 又有天然的自然环境 其生态多方性较为丰富 它属于古北街跟东阳街 广泛渗透的区域 所以物种下面比较丰富一点 动植物大概加持的有两千多种 山顶核 白枕核 白头核 白核 灰核 国家埃及保护动物 有14种 吃动鸟类有11种 国家外界保护动物 87种 生意成功是一件好事情 我们非常的开心 也希望湿地保护区的鸟儿和环境 能够更受大家的关注 多年来 地处中国最繁荣的长三鸟地区的 江苏省延城市 确立生态历史发展战略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为鸟类生存留下宁静的栖息地 探索了一条在经济发达 人口稠密地区绿色发展的路径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 第一期 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也探索了在生态建设方面 与国际组织有效协同 共同保护人类地球家园的新经验 中文字幕提供